接着就是问Rafi自己又怎样看2022年 因为有很多人留言问 究竟2022年你自己会比较看好哪些行业的股份 其实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说下年看的行业 刚才提过一下 譬如一些科技 我觉得不是说看好的 但是也不需要再看太过淡 我觉得会是有点的修正在 或者是有点反弹 所以这个板块会是有机会反弹一点 但是如果你说 因为始终刚才也说了一些监管的东西 自己也不会预期应该 就算持续 就是所谓的持续 但是不会连续两年都踩这么多脚下去 所以我觉得 你说科技股去到这些位置 其实应该不会再急跌 反而慢慢修正一些不出奇 但是这是一些小小的反弹 但是如果你说比较看得好一点的板块 其实我自己觉得 大方向有机会跟今年有点迟 因为其实今年下半年炒的板块 这些电力股 新银元股 新银元车 这些全部都是一些国策相关的受惠股 其实当然我想这些国策 就是提到一些3060碳中和这些因素 是这么长线 其实下年也还有机会炒这些概念 但是当然炒这些概念的同时 这些板块就不会有今年这么强的升幅了 因为你今年这么强的主因是因为本身上半年未炒的 那你突然间炒你才加一些估值 加一些multiple 才会有这么明显的升风 但是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高位的时间 下年就算再升得好 可能升势会比较温和一些 但是会提得好的一些板块 连带来看好的板块是内需 其实内需消费一直以来都不会太淡 其实不需要 如果今年暂时这一刻最强的蓝策是利宁的 亦都是内需消费的板块之一 而这种其实都是自己一直看的正面的一种股份 所以我想内需消费始终都预计了 下年如果你说内地是要维持经济增长的 那特别外围就没得估计了 外贸就没得估计了 那你唯一可以搞的就是零售方面 所以我觉得政策方面 应该就不会特别有什么负面的东西在他身上 所以这些板块我想都是比较稳定之选 但是其实如果你看好板块的话 我自己看好一些银行股 其实应该记得之前也有说过 因为你考虑加息这件事 虽然香港这边未必能更加 但是你会炒成这个息差的扩阔 譬如中文香港其实近期股价很强的 昨天这几天还是破位而上的 其实这一个多月比起市场是强很多的 二三八百 所以我觉得这些算是看得比较乐观的板块 但是先看这几个范畴为主 是什么呀 2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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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 7 9 9 9 1 9